那船内的一个配合 这个球可惜了 李福自己运球到前场 好球啊 威廉外勤的三分球 探框而出 这个球 陈群再交给李福 中路突进来 自己换左手上 漂亮 直接要三分球 这个球是被干扰到了 就算成功了 就像前面说了 我觉得就哈斯一上来 因为内线占有太大的优势 所以马上就变联防 没错 篮板球方面 17对11 利福这名球员 封盖能力还挺强呢 广州队要抓这样子转换的机会 往空中给 空中连线来自陈英俊和利福 陈英俊这个球给得太舒服了 讲的话也是把北控队给打停了 他们的进攻能不能够延续上 他们的进攻能不能够延续上 陈英俊再掉进来又成功了 哎呦连着被打成两次 不是他的强项 是 利福自己来 他还是一个左右手都可以 其实应该找上线的正准了 这个球你还别说 利福自己突进来 他这个整体的节奏还是非常好 次的机会 再给进来 哎呦这个球 利福又是成功的防守 陈英俊在观察 再掉进来 陈英俊这个给内线的球 你看这次可惜 呦前场篮板球 朱明镇拿到了 非常漂亮的一个防守 这个球 朱明镇是及时的到位了 自己运着球打 这个球还是利用到自己 但我觉得至少在第三节里 自己运球来了 哇这个球是被冒掉了 利福 拉开之后自己打 这个球又造成犯规 利福 往内线打 正准在篮底下 打板的一个三分 这个球真的挺伤广州队士气的 利福自己来了 中路突进来 那也是两分拿到 就保护下来 陈英俊这边一直在要球 呃 贾明如没看 利福来个三分 哦 关键时刻 这个点怎么会漏呢 你看这两节可以看着 北空回合球又到不到他手里 这就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北空队最大的问题 打了几个回合好 打了兴起来 哇 大对角传球 这次是传到了 给到内线 再起利福 哎 这次打成了 再转移利福 突进来 哇 他这个节奏太好了 发到上线 陈英俊 打两分 哎呦 这个防守 太糟糕了 要了一圈之后 弹出来的确啊 小突大 突进来之后 因为后面是变成了 马勇 补在内线 那这样的话呢 利福在身高上面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 再给进来 郭凯 打到上线 机会 陈英俊 郭凯 飞起来 哎呀 今天啊 两次了 郭凯这样的机会 没有把握住 陈英俊三分球 哇 陈英俊在最后时刻 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但是他就是赶投 篮子博格杀进来 又被冒 完成这一攻的 17.3秒钟 他们得先把 这个球给发出 利福 自己运球到前场 就没问题 自己直接打了 一条龙 北空这个防守也太糟糕了 王少杰虽然是在跟 但是你这个 注意力全部在陈英俊这一侧 拉空之后 利福一边运球一边观察 利福这个手真好使 这一张的恋爱中 这一张员是在通知了 为什么说这一项